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科学殿堂的圈基是靠另一种人复杂 什么样的人呢 他们动机跟前面说的那些都不一样 他们什么动机呢 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 他们每天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悉的意象和计划 而是来自激情 就是说它是一种内在的一种对真理的追求的一种激情 它不是为了外部的奖励 但它也没有否认 就是说外部奖励各种奖励 精神的物质的 不一定都是物质的 有了很多是精神的 德特奥奔奖也是一种奖励 这个并不是来自于这些外部的激励 而是内部的一种内在的激励 这个对我们学生特别是现在 我觉得这是你们应该觉得这是冲击最大的 因为我们的这么多年来 我们的社会的环境也好 个人的奋努目标也好 都是很公立的 这里再讲一种非公立的一种想法 确实超出了我们的很多的思维的方式 第一种是短期公立 短期公立主义就是 我学这门课 对我学会儿期有什么影响 对我找工作有什么帮助 这种短期公立主义 长期公立主义呢 把它放得长远一点 十年二十年 是不是对我的将来的职业 有多大影响 内在价值的非公立主义呢 刚才讲到内在的激情 因为经济学来讲 主要是建立在公立主义 所以我们不能完全批判 这个公立主义 但是呢 有长期短期之分 我觉得我们现在是越来越短期 而且短期那个期越来越短 大家想学一门课 晚上就说下一个暑假 我面试的时候有没有用 就短道到几个月时间 所以我把它去试试看 所以呢 我是觉得我们 在我们国家的情况 一般上创新 全面都要创新 但仍然是基于一个 非常功利的 急功近利 就是短期功利 很多 长期功利 有也有一些 但是 好奇激情 带来的 很非常 我们的学校和社会 太极功近利 太功利 所以我觉得 从短期功利到长期功利 本身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还不够 现在的主要问题 是太极功近利 太功利 包括我们现在讲 这个 讲创新也是 太极功近利 太极功近利